罕见级别基金会2018年成立了罕见小泳士棒球队 同年参加了第一届挑战者辈身上儿童公益棒球赛 至今已来到第五个年头 这些年陪伴了无数个神经症孩童与家长们 见证无数个感动的时刻 让他们能够从辛苦的训练 到孩子们拿起球棒在运动场上挥洒汗水 这一路以来的成长 看待教练们与家长们的心中都是慢慢的感动 这些年的参与最感动就是孩子给我的汇报 你看他们有的会跟我拥抱 怕有些自闭症的小朋友 试骗的小朋友你的生意他是不是都给你乱碰的 但是他们会跟我拥抱 我就觉得蛮感动的 那每次看到他们在比赛的时候 露出的笑容 你们在现场看到应该是有一个见证 就是这些孩子真的是 一点一滴从第一季到现在 一点一滴的在成长 我们的比赛的 我们的比赛是最少的限制 但是是最多人的参与 我们看到这样的成长是觉得蛮欣慰 我希望就是身心上来的小朋友 他们的父母也可以跟孩子一起走出 迎向阳光 像我们这个就是给他一个舞台 所以今天的天舞棒球场 就是他们的舞台 在罕见小友是棒球队中 有一队在球场上活蹦乱跳的火宝 他们是玩家兄弟万佑成与万佑庭 这次双棒台患有新天性软骨发育不全震 可是自从加入了棒球队之后 激发了这队兄弟心中的棒球魂 虽然头大大的身体小小的 不过当他们玩起棒球 就连卫泉龙队全力打王林志胜都占语有加 小时候的时候他们虽然是很开朗 然后也很喜欢运动 可是我觉得他们是借由这样子的过程中 然后看到有其他的小孩 比他们更辛苦的 我觉得对他们的心态是很正面的 因为他们会看到说 至少他们是可以跑可以动 然后那个四肢是很健全的 可是有一些小朋友没办法被迫坐轮椅 或是辅助器 所以我觉得他们也会常常会 会去比较体谅别人 然后对自己来说 他们也会觉得 他们是 事实上他们是 他们也会觉得他们是健康的 那你再打我会在上面帮你 那我帮你一个球迷 挑战者杯中最特别的地方在于 火锅中都有一位巴黎志工 不管是打击或是手杯都全程陪在比勇身边 协助比勇完成场上任务 更时刻注意比勇的安全 万有成了巴黎王文鹏 因为这一次的活动 让他重新定义了对于棒球运动的热情 也因此和万家兄弟成为了好朋友 虽然他们各有一些比较不方便的地方 但他们还是 还是很享受棒球这个运动 棒球它不只是给 给一般人或者是 就是一般的人做的运动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 都可以享受这个运动带来的乐趣 因为棒球让病友与家长们的心中 都得到满满的温暖 也因为棒球能够让更多人知道 这个社会中还有这么一群的生命斗士 带着乐观积极的正能量 面对生命中的每一个挑战 就有时候 自己碰到挫折困难的时候 想到这些孩子跟他们 爸爸妈妈说的话 我就觉得会让我自己 更加的有正面的能量 我觉得人生就没有什么困难 他们的家长真的是都很乐观的 你看他们罕见经验小朋友的家长 你看他们加油的时候 多么热络啊 多么开心啊 多么欢笑啊 看不出来他们会有什么哀愁 是不是 这个就是一种力量 所以大家在这边 需取正面的能量 回去散发出去不是很好 由这个球场 由这个每年半的挑战者 被这样散发出去的 就是正面的人量 然后发扬光大 让更多身心障碍的家庭 一起来参与这样的盛事 海电小友是 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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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